歌手第九期上演了本季最后一场踢馆赛 尽管前来踢馆的选手实力不济 但在线的六组歌手依旧没有掉以轻信 尤其是在上一期排名后三位的刘欢 吴清风和阿龙川菜 都在本期拿出了各自的看家本领 也许是过于在乎排名不愿被淘汰 刘欢 吴清风以及上期的冠军波琳娜 在本期的禁演中接连失误 着实让喜欢他们的歌迷替他们捏了一把汗 吴清风的失误在演唱可能是怕被淘汰 可能是用琴至深可能是熟练度不够 他还是紧张了导致进歌的第一个字尽快了 并且中间的一句啦啦啦声音不是很稳定 吴清风在前期的预告片中曾坦言 自我预感这将是他最后一首禁演歌曲 可见他也感觉到这次的演唱失误 会使他的排名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他的出场顺序是倒数第二个 并且这首《那些花儿》也被他唱出了别样的感人韵味 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对他并未太过苛求 第四名的成绩也让他输了一口气 刘欢的失误不在于演唱 在于选歌太任性 这首《露露》在3月8日女神节奉上 应景得很 只是节目录制的时间是2月底 现场的500位大众 评审并没能get到他演唱这首歌的用意 过于深情的歌曲 在歌手的舞台上并不吃香 这次排在第五名 又给他在选歌方面上了很好的一课 《玻璃娜》的失误既在演唱也在选歌 这首里见的《贝加尔湖畔》根本不是他能驾驭的风格 中文部分他的发音让人听得很别扭 演唱中间还似乎倾壳了一下 后面的俄语部分很炸很大气 但只有打破了这首歌给人是一般的意境 《玻璃娜》这次的改编并没有成功 排在第七名 一点也不意外